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JQuery的事件处理 相信大家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掌握了基本的JQuery安装以及选择器的应用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进入一个日常开发中使用也比较频繁的应用场景 就是事件处理 在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们会讲到鼠标的事件 一些与鼠标相关的事件,一些与键盘相关的事件 还有一些较为常用的浏览器内部的事件 在事件讲解完呢,我们还会讲解鼠标伴随事件给我们传入的一些参数 日常常用的一些参数 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首先我在这里写好了一个预先编译好的html文档 在这个html文档之中呢,我首先引用了JQuery库函数 其次是我们自己写好的一个events.js的js文件 在这个js文件我主要用来放置今天我将讲解的event handler 大家注意在这个js文件第一行我写到了document read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也是在JQuery event处理机制中 处理实践中较为常用的event 这个ready function的回调函数会被调用 当document unload event被fire load event被fire就是document ready的时候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整个所有document上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之后 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这样呢,也就保证了我们在这个回调函数中可以进行任何dome element 也就是页面上的一些元素的操作 都不会造成任何的exception 好的,讲完ready之后 我们就讲今天的第一个课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鼠标的事件处理 关于鼠标的事件处理 关于鼠标呢 用户较为常用的两个操作也就是单击和双击了 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里这边 我会在这里写好两个button 第一个button我们用id1 用button1作为id 第二个button第二个键按钮 我们用button2作为id 这样方便我们用JQuery selector 在之后的invent的invent.js里面添加handler的时候 用id selector来id选择器来选中这个button 好的,我们存一下这个HML文件 然后这里呢 我会给button1添加一个invent的handler 注意到我首先会用JQuery的选择器 通过id选择器选择到当前这个button 也就是button1 然后用这个on这个观念字 这个JQuery function 来给它绑定一个inventhandler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on这个函数呢 第一个参数会 第一个参数是 这个事件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就是它的回调函数 并且它会传入一个参数 就是当前 第一个参数就是当前事件的一些相关参数 我们先不去看这个参数 之后我们会讲解这个参数 OK,我们来存一下 这样呢 这个invent就会绑定到了 我们在回调函数中 就是当用户点击到button1的时候 我们就用window alert来alert出一个click窗口 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我们handle的 是我们处理的这个invent 我们来试一下点击它 看到有click 好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click事件的 鼠标点击事件的绑定 大家来看一下双击同理 on 双击的关键字也就是事件名称叫doubleclick dblclick 这里我们会alert一个dblclick 回来 单击doubleclick键是不会触发任何事件 因为我们只写了doubleclickhandle 所以我doubleclick这个键位 大家可以看到doubleclick这个事件被触发 鼠标单击和双击就是用户 较为常用的两种鼠标互动方式 鼠标事件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另一对比较常用的事件 也就是focus和blurinvent 相信大家如果熟悉javascript的事件的话 对这两个关键字不会陌生 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focus blur 举例说明就是类似于 就像这个address bar这个浏览器地址栏 当用户点击它或者用tab来选中它的时候 它就进入一个可编辑的状态 这样就是一个focus状态 当用户点击到其他地方 也就是当用户聚焦的地方离开本地址栏的时候 这个地址栏就会触发一个blur event 好的 所以呢我们来讲解这个focus和blur event 最简便的就是在页面上放一个input box 也就是输入框 在这个输入框呢 同理我会给它设定一个id 独一无二的id ip1跟之前的两个id不同 便于我在这个invent handler这个文件中 来引用这个input field 这边呢我还给它写了一个临时的dev 来输出一下当前的invent状态 默认的值呢是waiting for event 也就是等待事件到来 好 我存一下 大家看这边什么invent 目前什么invent handler都没有 我点击focus点击blur 这边始终是waiting for event 但是呢我现在要添加invent handler 好 同样我会用on和on这个关键词 来在一个鼠标的选择器上 添加focus event 我也会给它添加blur event 在这个invent handler之中呢 我会将这个result1 id是result1的这个地方的inner 的innerhtml 的html改成我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这串字符串会变化 根据我当前的事件 好 focus和blur 就绑定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用户点击到这个输入框的时候 这边就会变成focus 当用户离开 点击到任何地方 它可以点击一个button 或者点击其他地方 看到blur invent被处罚了 用户呢 甚至可以 鼠标点击处罚 选中这个输入框 可以 它可以点击键盘上的tab键 来将当前用户选拨的点 离当前之输入框 点tab 看blur invent 就会被处罚了 在讲过focus和blur in事件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另一个比较常常见的鼠标操作 就是鼠标的mouse down和mouse up 鼠标 用户点击鼠标的时候 浏览器会触发其他除了click event 除了点击event之外的其他两个常用的event 一个是mouse down 一个是mouse up 顾名思义 mouse down就是用户点下鼠标 mouse up就是用户释放鼠标 这是每一个点击必须有的两个过程 同理呢 我们会用一个button来给大家演示这个事件的运行机制 这里呢 我们同样跟上面一样 放置一个button 给了他id3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个result2的diff 来显示当前的事件的状态 默认呢 是waiting for event等待事件 好的 我们来添加event handler 同理呢 相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们用on这个关键字 在一个selector 也就是在button3上面添加一个mouse downevent button3就是我们刚添加到的这个button3 同时呢 我们会给他添加一个mouse upevent在同一个button上面 但是呢 我们会跟上面不同的是呢 因为mouse upevent永远会被触发在mouse downevent之后 所以呢我们不会直接更改html 而是在html后面添加 append后面添加一个我们 需要的一些显示的一些值 大家先不要太在意 我这里用的这几个function 呃jquery function 呃jquery function 呃html或者append之后的课程 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呃在append之后 在mouse up呢 我会append一个mouse up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效果了 这边我们默认是waiting for event 当用户点下的时候 就会看到mouse down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mouse这个button呢 是还是被点下的状态 但当用户释放鼠标的时候 就会看到mouse up 呃相信大家这里会有一个疑问 那么mouse up和click有什么关系呢 感觉是mouse up等同于click 但其实不然 因为click event 是发生在整个一系列过程都结束之后 也就是用户mouse down mouse up之后 click event会被出发 这里呢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同时呃 在给同一个button 绑定一个click event 呃handler 呃来看一下他们三个invent执行的顺序 当用户点下鼠标的时候 是mouse down 当用户抬起鼠标的时候 是mouse up和click 这样就说明了click event 永远发生在mouse up和mouse down之后 这个顺序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呃 的事件来处理一些用户 比较复杂的点击过程 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 呃在讲过mouse down和mouse over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个 另外一对呃比较常用的事件 鼠标事件就是mouse over和mouse out 顾名思义mouse over就是当鼠标使尽某一个元素 mouse out呢就是鼠标使出某一个元素 这样呢我们还利用这个 同一个button button3来测试这个事件 现在我们已经有button3了 我们在button3上面添加mouse over event 再给button3呢添加一个mouse out event 我们呃同同理呢还用append不要用html大家可以这样可以方便大家看到整个事件的过程而不是下一个invent的呃输出值会覆盖掉上一个invent的输出值 br呢这个br放在这里是方便大家看因为每次新输出的一个值会自动加一个换行符 好的这样我就添加好了两个invent一个mouse out一个mouse over 这样呢当我把鼠标大家现在看默认是waiting for event 当我把鼠标使尽这个mouse的时候就会有mouse over 当使离的时候就会有mouse out 由于呃由于呢我会这里会自动换一下行 所以当我使进mouse的时候呢它就会呃这个mouse会向下移会会自动触发mouse out 所以呃这里用append来演示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合适的 我再把它换成html 好那我使进变成mouse over 那我使离变成mouse out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呃这样呢我们就算讲完了所有的呃一些呃不能说所有的一些常用的跟鼠标相关的事件 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一个重头戏就是跟键盘相关的事件 键盘相关事件我们同样因为要跟涉及到跟键盘互动 我们还是比较方便呃方便大家方便演示 这在这里放一个input box 然后再放一个输出框输出一下当时当前事件的一些状态 我们给给它分配一个ip2 它是独一无二的id ip2也就是input2 然后我们存下这个信号文件 呃这里就可以看到呃这个这个输入框 我们在呃这个invents.js中 呃给它绑定一个比较给它绑定一个keydown event keydown event就是来呃顾名思义就是呃key就是用户点下某一个按键 同理呢由于我们刚才看到了有mousedown和mouseup 同理它一定会有keyup event 它们是一对 也就是呃当用户按下按某一个按键和某一个按键呃弹起的时候 鼠标会浏览器会分别呃处罚这两个事件 同时呢我们会在呃会像以上的几个例子之一样 会在html之后append一个keydown的message和keyup的message 这个是result3在这里 也就是它会输出到这里 默认呢是waiting for event 我们现在绑定好了keydown和keyup也同呃事件 同样用on这个关键字呃写在一个选择器之后 button选呃id选择器之后 这也就是那个我这边画的这个input输入框 呃文本输入框 好这样 我现在将要点击a捨键盘上的a键 当我点击a的时候有keydown 当我抬起的时候会有keyup 当按键弹起的时候会有keyup 好呃那么呢 既然鼠标有mousedown mouseup事件 呃并且还有click事件 那么同理呢 键盘也会有一个叫keypress的事件 但这但这这这个keypress事件呃 与keydown keyup的关系有不不同于click事件和mouseup和mousedown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有点这其这这其中的差异有点像呃 这其中差异是根据呃呃呃 呃呃 鼠标和键盘的不同操作方式来决定的 因为鼠标的操作每一个click一旦一定发生在释放鼠标键之前 因为 因为这是一个用户使用习惯的问题 但键盘不一样当当用户点下某一干eted 即便他们没有 没有呃呃弹起这个键 用户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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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keydown之后 好 我们来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这个key 当我按一下a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keydown 在第一个keydown之后 在用户当用户点下keydown之后 立刻鼠标会触发一个keypress 这证明用户已经完成了一个 完成了一个完全的按键的步骤 用户在keypress之后 就可以看到a button输出在屏幕上了 之后呢 浏览器会根据一个timeout 不断的firekeydown event 也就是keydown event是会 是会连续被触发的 一旦用户持续点下一个键 并且不释放的时候 在最后用户释放的时候 浏览器会触发keyup event 并且不再触发keydown 从此以后整个事件完成 所以说任何一次键位点击 都是一个keydown之后一个keypress 然后由于用户如果长时间点击 会连续触发一系列的keydown event之后 当用户释放键位的时候 会触发keyup事件 好这就是键盘的互动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也是比较常用 但跟键盘和鼠标不太相关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change事件 也就是当某一个页面上某一个元素的值 或者某一个元素内容发生改变的时候 这块我会自动给我们触发一个change event change事件 好我们同样用一个input box 因为input box value的值是比较容易改变的 我们可以用输入来改变 这样方便给大家演示 同时呢 我们给它分配一个id ip3 独一挖的ip3 给它的输出框呢 添加之前我们是在result3 添加一个result4 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当前的一些状态 我保存一下这个html 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默认呢 默认的这个input输入框的值呢 是test 是test 接下来我给它添加handler 我添加handler 大家应该能猜到会怎么做了 会选中这个id的selector的选择器 选中id的选择器 然后给它绑定一个 绑定一个inventhandler invent的回调函数 好的 这边我其实已经写好了 就是ip3 onchange 然后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我会把result4的html改成change 好的 当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是它的文件 我们 这是它逻辑 当现在目前是test 我再点一个a 目前是不会没有触发任何事件的 因为它没有 用户没有确认 它要改变这个输入框的值 这边大家还看到默认的waiting for event 等待事件 但是呢 一旦当用户点击其他部分 也就是之后用户确认这里面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change event 我再输入一个a 用户也可以用 不但可以用鼠标点击其他地方来确定当前的输入 也可以用回车键来确定当前的输入 change event就会被fire 我来重新刷新一下 默认是waiting for event a 回车 change event被fire 被触发 然后呢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事件 submit事件 submit事件也是我们日常教育常用的 熟悉 常用的一个事件 熟悉 html的同学呢 一定知道html的form呢 会有一个默认的submit button 当用户点击submit button会自动提交这个表格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想在用户submit之后呢 做一些 实现一些逻辑 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抓住 就需要加一些inventhandler在这个submit 在这个form的submit event上 submit事件上 所以呢 我在这里简单的写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form呢 我给了它form1这个id 然后input这边其实我们不需要id 因为我们不会在这个button上加inventhandler 这就是一个简单submit的button 好的 在invent.js里面呢 我们给这个同样呢 给这个form1呢 添加一个submit的inventhandler 然后之后在回调函数中 我们会alertsubmit 这边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件 事情 想做的事情 好的 这里呢 当我们存一下这个invent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submit这个section了 这边会有一个button 当我们会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呢 我们有在button上添加任何handler 但是呢 它会触发一个submit的事件 这个submit的事件会将会应该会触发这个alert windowalert 大家会看到submit的感双号 这就是怎么使用这个submit 其实在这之中呢 你可以访问 通过一些selector 访问页面上的一些元素 更改用户提交的form的内容 或者 或者 validate 就是 检验一下用户的输入是否合法 如果合法就提交 如果不合法 来显示一些警告的warning message 在页面上 并且终止了这次提交form的提交 这就是它的一个常用的使用情景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囊括了 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jquire事件 所有常用的jquire事件 但是呢 jquire由于支持的事件比较多 而且jquire的function比较多 其实我建议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呢 对于事件呢 要尽量去参考它的document 在它document中呢 其实是写的比较全面的 比如说on这个函数 它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尤其中使用类型 并且有什么例子 它都会写在这里面 对于学习呢 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的 其实呢 对于一些日常的较为常用的 较为常用的事件呢 这块是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类似的 简便方法 helper function 比如说这个click和doubleclick 就是onclick的缩写 它完成的事件 事情呢 和onclick是完全一样的 和doubleclick和onclick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这样呢 把它comment掉 来看 只添加click doubleclick 在这个button 同样的button1和button2上面 其实达到效果是一样的 单击看到click 双击才能看到click 单击是不会触发任何事件的 这样呢 我们就学过了 所有的绑定事件的方法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绑 在之前绑定一个事件 在完成一些离蟹的处理之后 的逻辑之后 我们需要关闭 或者删除某些事件的 的handler 这样呢 我们可能就会 使用到一个场景 就是off 使用的一个 一个 一个函数呢 这块函数就是off off就是on的反义词 当我们绑 比如说 之前我们绑定的click handler 在button1上 点击会看到 一个warning 我们之后呢 如果要把它off掉 我们在绑定之后 把它off掉 也就是把它关掉 在button1上关掉 这个click event 这个event就被删除掉了 无论点击多少次 都不会再触发 这个clickhandler 也就是在clickhandler被添加 但是之后又被删除了 然后呢 这个off呢 其实可以用在我们之前 所有用on添加到的event上 在off之后呢 还想讲一个trigger invent 这个trigger的 trigger函数 trigger的意思呢 就是它模拟 通过一些逻辑来模拟一个用户click 有的时候呢 当用户完成一些基本的操作之后 一些操作之后 我们会 我们可能会需要模拟一些用户事件 就会用到这个trigger方式 这个triggerclick就是 在button1上 触发一个click事件 也就是这个invent handler会被调用起来 我们来存一下 这边refresh之后呢 可能就会看到这个了 我们这边是off掉 如果我们把这个off这行common掉 这样我们会有一个invent handler在button1上 之后呢 我们会在button1上用 立刻触发一个click事件 我们存一下 可以看到 当我refresh的时候 refresh的瞬间 载入那个页面的瞬间 我们给它绑定了一个click event 并且触发了一个click event 这样这个回调函数的内容就会被触发了 可以看到click在window alert上 因为它触发的太多了 可能OK 把它common掉 因为每次刷新都会触发这个event 是比较烦人的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invent之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 在每一个invent handler的回调函数之中呢 这块呢 是会给我们放一个invent的object 这个invent的object 是会被传入每一个回调函数的 这样呢 在这个invent的object之中 我们会可以访问到目前关于这个事件的相关的内容 相关的一些参数 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些 比如说alt key control key 还有key code 还有一些鼠标的位置 类似 这里呢 我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在这里添加一个debugger 这个debugger的作用呢 其实类似于大家在chrome的debugger里面添加一个breakpoint 添加一个断点 是一个效果的 这样呢 我重启一下这个文件 当我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这个debugger 它就按链时候会停在这里 这样呢 我们来inspect 来看一下这个invent的object 它是一个jquery event 这块invent呢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常用的事件跟事件相关的参数在这里面 比如说alt key 用户的alt key有没有被点下 这样呢 方便大家测试 此次用户的点击是不是一个alt加click 然后这边呢 会有current target current target就是用户当前这个invent handler 或者这个invent回调函数绑定在所在的这个元素 在跟它相辅相成呢 会有一个target 这个target就是用户真正点击的那个元素 这两个其实在这里是相同的 但其实不是永远相同 我在这边给大家简单示范一下 为什么时候会不相同 假设 假设我有一个diff 外层diff 然后内部呢 有一个button 我在diff上添加一个invent handler 比如说clickinvent handler 我在这里就不写了 我把invent handler添到这一层 clickinvent handler 但是呢 用户点击的真正点击的其实是这个button 但是呢 clickinvent 我们handler写在这儿 clickinvent发生在button 在这种情况下 current target 这边这个current target 就将会是diff 真正的target 就是用户真正点击的东西 就会是这个button 就是它俩的一些微小的区别 在其他一些参数呢 比如说meta key meta key就在mac上 就是这个command key command键 在windows上就是windows键 还有offset 还有一些screen x screen y 就是用户基于 用户当前鼠标点击的位置 在屏幕上的 点击的点 在屏幕上的位置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type 就是说明当前用户是一个clickinvent 不是别的invent 在这里面呢 还会传 不但有一些jquery的 这是jquery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数 还会直接把original event传进来 这个original event就是javascript 本来的一些invent 在这里面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边timestamp 什么时候被用户出发的 这些你都可以找到 在日常编程中说不定会用到 比如说keycode keycode keycode 0 就说明用户目前用户没有点击任何 这不是一个按键的事件 当然了 这是一些目前是click事件 好的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 基本上涉及到了 涉及到了常用的一些事件 如何绑定事件的handler 如何删除事件的handler 如何用手动用编程的方式来触发一些事件 还有事件内jquery给我们的参数 好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收听